由南亚塑胶公司和泰山区公所共同举办的传统艺术巡演 特别邀请到明华园剧团在明治国小演出 而当天吸引了将近两千多位的民众到场观看 而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地邀请若是共同观赏 希望让各族群可以感受到这场温馨的艺文饗宴 主演好戏八仙传奇在泰山明治国小登场了 吸引了将近两千多人到场观看 主办单位台塑企业继王瞻样公益信托赞助 并由南亚塑家公司结合区公所共同举办传统艺术巡演活动 今年更邀请新装巴黎养护中心的长者到场共享盛举 台塑企业继王瞻样公益信托基金 发展这个艺术下乡的活动已经九年了 这次邀请到明华园最主要是让各个观众群 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剧目可以欣赏 那这次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新装中英老鱼 养护中心的这个长者 以及巴黎教养院的院生 也让他们能够来亲自来观赏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戏剧的演出 能够让整个的活动 能够拓展到更深的这个民众 这场活动串联公益来演出 谢文祥区长表达肯定 对葛仔细传承一文有所期盼 我们在地的企业南亚以及我们台塑企业 王瞻样信托公司来帮我们赞助 邀请到我们艺术下乡这样子的巡演的一个特色 邀请到我们孙翠凤所领先的 那明华园歌剂团今天所主演的一个是八仙过海 我们张国老神仙神道的一个故事 这是民间故事非常有趣的一个续剧 我想一个城市的进步呢 是要一些透过艺文的一个来修饰 才会更有提升生活的品质 到场观看的民众都说 小时候最爱看歌仔戏 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在歌仔戏团明华园所带来精彩的演出 让民众犹如置身在世界级的一文响宴 记者黄悠贤 泰森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